一家人来到了湖南岳阳的洞庭湖 洞庭湖是最大的淡水湖 它的湖也特别好吃 我们有幸呢来到了老公里边 大口汤残火烧了 接着老公里洗一洗 之后呢你看这鱼啊 汤炖起来是拔的 咱们坐在一起 来欣赏这位鱼 鲜了 放点肉 特别好吃 这种鱼啊 我们北方呢叫嘎牙子 那么在南方呢 这里叫黄古轿 那么你看特别好吃 我们呢其实啊这块淡水湖啊 那个它的鱼呢品种特别多 有200多种 但是呢我们还是按我们的口味来吃的这种鱼 那么淡水湖啊 它有呢 棕花蟳呢 还有面条鱼啊 很多种 那么我们就选了这样的一种 那么你看 这个鱼啊 金黄金黄的 叫黄古轿 这块轿 那么吃起来啊鲜美鲜美的 特别嫩 哎 就像豆腐一样 那么它身上呢就一根刺 看 哎 特别好 冻青湖啊 是最著名的鱼米之乡 其啊 产物呢极其丰富 湖种呢 不但有鱼 而且呢 哎 还有河棒啊 黄蟹啊 冻青蟹啊 很多种 那么 种类啊非常繁多 吃起来呢 也特别香 嫩 鲜 大家是不是觉得呢 就是说呀 吃一次 吃一次啊 冻青湖的鱼 是很贵的 不是这样的 当我结账的时候 我自己啊都感觉呢 吃惊 那么 你们大家猜一猜 我们五口人 那么吃了 买了三斤这样的鱼 而之后呢 里面呢放菜呀 豆腐呀 都是他给的 那么呢 我们又要了一个虾 你们猜一猜 多少钱 一共花了 这鱼啊 是在饭店的鱼缸子里呢 养的 那么你去捞 之后呢 它是一斤多少钱 是这样来算的 我觉得呀 哎 真是物美价廉 那来的人呢 一定要吃一次 这样的鱼 那么它的鱼啊 拼走很多 根据自己的爱好呢 来吃 那么来湖南的呢 一定要到 湖南的越洋呢 哎 来看一看 因为越南呢 是湖南唯一的 国际贸易港口城市 也是中国著名的港口城市 越洋是长江沿岸的 中转型国际局 集装向大港 国务院批准的 起运港口 并以港澳 日澳 那么几个国家呢 联合 就说呢 设置的 远洋航线 那么你看 哎 越洋呢 是一座悠久的历史城市 风景呢 秀丽 气色迷人 越洋呢 又曾巴林 在湖南省内 经济实力呢 排名第二 仅次于湖南省 长沙 是一个资源丰富 优质优越 风景优美的地方 不仅是中国南北 东西交通要道 国务院首次沿海开发 城市之重体 即是长江 中游 中游的区域中心城市 湖南 位于 就说呀 湖南 位于啊 门户城市 就是说呢 这个城市建设的比较好 那么空气呢 特别新鲜 人口啊 不是太多 特别适合呢 居住养老 我们在洞庭湖旁边呢 看见了 房价呀 也不是很高 刚五千多块钱一平方 那么岳阳市啊 超过了全国 第三的 长德市的很多 从交通来说呢 岳阳就有较大的优势 毕竟啊 岳阳位于呢 京广大动漫之上 又有长江水云的优势 具备啊 建设区域中心城市的实力和条件 因此啊 相当于 在很长一段时间呢 岳阳的 就是说呀 经济呢 特别发达 这样呢 就是说呢 房价低 空气还好 人呢 还不是太多 吃的菜呀 鱼呀 肉啊 还特别齐全 所以呢 那么 当地的就是 有很多长沙人呢 就在这呢 卖房啊 来积住养老啊 因为人口不多嘛 不是嘈杂的声音 而是呢 比较平淡呢 哎 这样呢 对老年来说呢 特别好 最主要呢 空气呢 特别新鲜 空气里的水分呢 特别充足 那么闯气也特别允乎 哎 这样呢 特别对老年人呢 哎 特别有好处 所以来了以后啊 特别喜欢这个地方 那么 希望呢 就是老年的时候 那么 经常呢 哎 来这边住一段时间 我只愿意来 这样呢 对我们老年生活来说呢 哎 特别有好处 这里的人呢 也特别朴实 有很多夸狂呢 买能家菜的呀 哎 就是说 朴实无华 哎 这样呢 就特别适合老年人居住 今天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您的支持 下集见 拜拜 拜拜